各位法师,各位同学,今天晚上我们在此地聚会 李林长带来一位101岁的年轻人 要到我们此地来跟各位同学见见面 我们先请李林长跟这个年轻人给我们讲几句话 然后我们再来讲经 现在请他们上来 孙敬的导师进攻上人 各位法师,各位同学 我这边这位小妹妹 她每次跟我讲 她才101岁的年轻人 可是你看,有没有戴眼镜 眼不花而不容 她每天在为终身做事 晚上看书看到一两点 有时看到三点多 自己坐在那边在想 我看这书看的是什么 好的就留下来 不好的就当做陌生人走过一样 完全不为所动 她早上起来还要学Yoga 还要去走路 夏天拿了雨伞还要走路 早上只喝一杯牛奶 中午吃一餐 从小就是吃素 没有吃鱼 没有吃肉 吃鱼身体会痒 会肿 她吃的东西 没有油 没有盐 没有煮过 中午有时只一粒苹果而已 有时青菜搅水 有时青菜切的就这样吃 晚餐就是一杯酸牛奶 就好了 她来这边 刚才倒水给她 她不喝水的 整天在为终身做事 她头脑想的 怎样为帮忙别人 人家给她钱 为什么给她钱 说是人家看我做好事给我 所以我应该做好事 她的衣服从来没有买衣服 以前是垃圾桶捡回来的 洗一洗一下 能够穿穿 不能重改 她说 穷人没有饭吃 我们在那买衣服 太浪费了 我们能够做到吗 她在今天还为终身 她目前在看师父的经 自己还在看经 认识佛教 她还坚持看中文 她五十岁才去学妇事 做老人院 目前还经常去帮忙一些穷人 她还去打听 去看怎样帮忙她 整天出门做事 而我们前面做事 我很累 我想睡觉 她没有 所以她还在怜情 所以她做到这样 那天我们跟师父去找她 她问师父 我有资格做佛陀的弟子吗 师父说有 她说我跟你做学生 所以师父 接受她 归于师父 这是千真万切 所以今天来 我请 她叫许泽 因为小时候很傻 所以她的父亲叫阿公 所以现在我们请我们 龙妹妹跟我们讲一下 讲她心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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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所以 李先生 我说华语 我的华语很差 是大家姐妹 兄弟 我今晚很高兴来见你们 谢谢你们给我来 我讲不来了 可以了 我也能讲 再讲一次 因为我可以做你 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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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兄弟 我说 我每天做什么事情 第一件就是说我101年轻 不是老 我们不要老 我们想老就是老 我们想年轻就是年轻 100多岁 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 你觉得你脑筋不要想老 你不会老的 现在我暂时还是照顾很多 20几个很穷很穷的老人家 他们在十几岁 20多岁的时候 到新加坡来 他们就是做人家的家庭的工作 一个月是两块钱的人工 同时不是说一个星期一天休息 一年一天休息 他们的薪水就是一个月两块钱 那两块钱还是要送到中国照顾他更穷的兄弟姐妹的儿子 那现在我就觉得很需要照顾他们 一个月我送他们 顶少就是给他们的 需要的米 油 糖 他们很喜欢喝咖啡 就给他咖啡 有些不要的就给他米肉 这样子的 同时给他们关头的东西给他们吃 假如是下雨了还是一天绝对不舒服 他不要到外面去买东西 他就在家里煮一点饭 找开一点的光头就可以过一天 那就给他们多少的方便 暂时去这样子做 同时也结论有人捐钱给我 我就送给他们 人家问我 你送给他们多少钱 我说我不知道 有人捐多少 我就给他们多少 给他们付屋住 给他们还了电电水费 同时有的时候他们要去看朋友 坐车 还是要去看医生 给他们付衣裳金 同时买药 就是输药的 就给他们 给他们钱给他们还 有的时候不够就没有办法 就是这么多的工作 谢谢 我看我用访问的方式会比较适合 好不好 好 请问你在哪一年出事的 1900 1900 现在是公元2000 所以华人101岁 请问你归姓 许 他姓许 许 圆五的许 圆五的许 圆五许 圆五许 那你早上你是几点睡醒了 早上 早上做什么 早上几点起来 不晓得 五的五就差不多四点 大概是四点 起来的时候就要净坐 净坐好了就要打 Yoga exercise 过后就到外面去走 练脚力 去走来走去 早上 再回来才喝一点牛奶 就算了 那你中午呢中午吃什么 中午有的时候吃吃菜就是不要煮的 菜啦水果啦苹果这种不要煮的 因为煮的 吃掉他很多的 营养是不是营养啊 营养啊 是 其实知道 为什么你不吃三餐呢 吃很多很多 为什么你不吃呢 一个人不需要吃那么多 因为习惯人家吃三次四次五次 其实很浪费时间 同时你要去买东西 你要煮你要洗你要煮你要煮你要吃你要洗碗 就很多 吃了浪费很多时间 假如你自身的洗吃就算 那其他的时间可以看书啦做 有艺人的事情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不需要的 那晚餐有吃吗 晚餐吃些什么 晚餐有的时候需要就吃一点酸奶 有的时候不需要就不要再吃 所以晚餐有时候连酸奶都没有吃 那请问你这些衣服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那目前你明天还在看书吗 你现在看什么书呢 我现在看师父写的书 就是师父写的书 就是叫做认识佛教 暂时只看一部书叫做认识佛教 那你看这样多书 那看了以后 你有没有看了以后 你对这些书的思想 你有没有留下来还是怎样 好像很多很多书你看过了 你认为书好的东西你怎样 不好的东西你又怎样呢 暂时我看我看佛书 我心就想要多多学佛教 因为佛教的教训很好 我觉得很好 我就要多多学佛教 暂时 你本身你每天打坐 你是双盘还是单盘呢 还是怎样 双盘 你能够做给大家看吗 107的骨头 可以看得到 这边看得到吗 你看他坐下去 下目像个老残盒 所以本身就是整天静 在检讨自己 在馋 所以我们本身 我看有些年轻人 两个角度不能盘上来 而且一盘几个小时 自己的一家数 又是很高明在叫人家 你看他做的姿态 够不够直 好 谢谢 请问你这样穿 来这边 会不会冷 会不会冷 不会冷 我不知道 热 不知道冷 不懂 所以 你看 心没有杂练 也不懂冷 不懂热 也不懂饿 只是整天 你的头脑想是想些什么 整天 想阿弥陀佛 所以你看 你没有想为自己做些什么吗 你以为 从你出世到现在 没有想为自己做什么 还是为别人做 你没有想什么 我自己不需要 我相信一个老天会照顾我 不需要我照顾自己 我就是照顾别人 所以 所以同修 师父讲的 我们心有杂练 有狂想 想自己 所以 我们要吃很多 他你看 吃要去买 要来煮 要来切 还要洗碗 从来没有 他从出世起来就吃素是吗 吃素 我不能吃别的 因为 假如我吃一点点的鱼 还是什么 我 一生发红的 我不能吃别的 就是吃菜 吃树 番薯 鱼 海味 不能吃的 我吃的发红 就算发红的 不能吃 在你的心目中 什么叫做宗教 没有宗教 就是爱人的宗教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这种就是我的宗教 没有别的 老修女认识我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我认识她 因为我们拿一些东西去 有个同修年轻人 把那些高果弄破了 她讲一句话 你没有任性你抓在那边 她放好好给老人吃 她对待一个穷人 像对待我们总统一样 要非常很高兴的对待她 她现在三个礼拜去见她 她还带人去申请物质 带年轻人去 101岁 自己不必戴眼镜 不必撞耳机 耳不聋眼不花 整天看书 晚上看到了 有时看到几点呢 最迟 人脸三点 假如好看的就忘记睡觉 所以 已经到了这个忘我警戒 所以师父说心清净 因为目前 今天我们是邀请老修女来 也给大家知道她的心是多么的清净 她整天头脑是为众生 为大家服务 绝对没有一个我者 她自己有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弟弟是个神父 姐姐是校长 妹妹校长 她们都往生了 她还在 她还整天起来 还在想做什么 目前她已经有十多所老人院 在南非是 南非有没有 在哪里 在哪里老人院 在清水路 那边 大坡那边 还有外国呢 外国 外国就是 我忘记了 外国 外国 那边 我们常常去东西 那边 很多穷人 很多 印度也是 很多穷人 我们 有钱的时候 去前去 她目前还有个愿望 是不是想要办一所老人院呢 我现在希望办一个老人院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机关的家庭 好像是自己的家庭一样 老人来到这边 我们还照顾他 好像我们自己的婆婆 自己的母亲父亲 这样子的态度就是 不是医院还是激光 就是自己的家庭 我们还希望 有个很大的地方 假如他们老人有朋友 在外国来 在两班来的 我们还希望有个地方 他们可以请他们过夜 还是这样子 所以他要的老人宴 不是目前观作老人的 就像我们弥陀村的老人宴 每个来这边修行 像自己兄弟姐妹一样 外国来的也可以来挂担 就是家庭式的 像自己家人的 所以刚才我早点去跟他谈 他的心愿跟师父的心愿 是完全一样 101岁还要创业 所以我们在座 你们保守老 如果你们受老 就对不起他 今天也要见证 师父所讲经的 师父说是真正的 说一个人乱想 要吃很多 他完全没有 完全清净 连这些衣服 你看垃圾桶 试回来 洗洗一下 能够穿穿 不能春改 自己不去买 就是像我们地藏菩萨 不为自己求安的 但愿众生得离苦 第一不空 四不成福 穷人没有绝戒困难 我不买衣服 他的睡觉房间 我们去看 一个床低低的 一个比单人床更小 低低的 一张座车 一个小风扇 他什么电器都不会 他上来这边 东南西北 你问他左边右边 他分不清楚 他跟我讲 他去楼上几十次 左右边他不会分 他不会 他很简单 很单纯 只有一个念头 心清静 他说从来没有发脾气 如果发脾气 要多少天才能够进回呢 三天 假如发脾气一次 三天还是平静下来 那就很浪费时间 很浪费脑筋 那为什么你不发脾气 发脾气对你 对别人有什么不好吗 发脾气伤害自己 伤害了生气的人 伤害你 假如你第三个人的话 这个人 这个人很坏很坏 那第三个人 也是受你的影响 不好的 因为生气 害自己 害别人 害很多人 那不要浪费时间 浪费精神 不要 所以 要发脾气的人 我们要检讨 不要发脾气 你不好 他不好 第三者看到或听到 也会影响到第三者 所以我自己 不要发脾气 发脾气要三天 才能够平静 所以他从来没有 你知道新加坡 有个男的老人宴 大杯老人宴 远北法师那 福利 学会老人宴 都是老兄弟 帮他们组织上来的 在那边做医工 一分一厘没有拿 他五十年前 在广辉哨 广辉哨那时候 病人只有床上 挖一个洞 放个面盆 一天倒打病历车 从来没有一个人洗 他去帮忙 他要给他薪水 他不拿 我不拿病人的钱 我拿来回就麻烦 他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你们看 钱在他不重要 所以他说 因为他做善事 人家给你钱 为什么人家给你钱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人家会给你钱 人家给你钱 你拿去做什么 人家给我钱 因为他看见我的钱 我不是自己收下来的 他给我钱 我立刻拿去顶穷顶穷的人 他知道我的工作 他们就很相信我 他就常常给我钱 我立刻拿去给穷人 我自己不需要 所以他穷带不必放钱 刚才车上跟我讲 最近去两家很穷的 他不是听他穷就帮忙他 他去调查 有一个儿子女儿细度 在监牢 拟击贩度 判死刑 孙子小小 他本身去 我说你调查 那你有没有钱 他我穷带我不懂钱在哪里 我先去问他 当他需要钱的时候 就有人送来 所以那天 知道有一个人送300块是吗 对对 那天有个报纸的人 他刚刚给我300块钱 立刻有个人说 有个老人家 他56岁 他的三个儿子 都是关在里头 因为吃白粉 还有他一个女儿 他的女儿的丈夫 女儿28岁 他的丈夫也是卖白粉的 给政府吊死 那就像这个女儿 就没有丈夫了 三个小孩子 一个女儿的8岁 两个孙生的才6岁 那他说小孩 两个小孩不能到学校去 因为三个月还没有交资金 他不能去 那就全就给他了 所以他做事情 没有想后面有没有钱 所以我们做佛教的事情 他所说的 有一个菩萨在帮忙 只要你要做 钱自动来 他从来没有烦恼 所以今天来 我们看得到 我们要生惭愧心 他身正是一位佛教头 一位真正落实师父讲经的 所以那天 他问师父 我会是各做佛陀的弟子吗 我们听得很感动 师父说有 他说好 我帮你做师父这样 师父很高兴 还跟师父坐在一起拍相片 所以今天呢 师父要把皈依证送给他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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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跪 师父说不必 你看 还有一个爱 他说信你 这是一个爱 永远言爱 是人 爱信心 这个送他四好 存好心 做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他完全做到了 如果打分数 他真的是满分 这是一些佛书 送给他看的 他很喜欢读书 谢谢 谢谢 这些是刚才他在门口 刘同书那边 金刚经的度节 圣译法师的度节 这是广青法师的四集 他都看了都很喜欢 给他放在一起 谢谢 谢谢 张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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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谢谢 来 我们的打摩 不 很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